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妈妈也非常推荐我来这里读书啦 其实来建国中学读书是我以前就有想过 过后父母也同意 也考到不错的成绩 所以就进来读书啦 因为哥哥姐姐都是建国的教友 然后就看到他们很享受在建国的生活 所以我也是跟着他们来到了建国 可以比较容易focus 不需要跟太多人去竞争机会这样 喜欢学校就是有locker啊 还有课室里面也很新鲜 所以比较舒服 学校的学习环境 还有老师也很友善 很亲切对待学生 我觉得我最喜欢学校的东西 就是这里的人 朋友啊 还有老师 朋友之间都非常的热情 然后都比较纯真 大部分我所认识的老师 都很有耐心教学的方式 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很敬善的老师 就蛮自由的吧 就老师很似乎的 同学之间都比较friendly啊 我觉得都没有这样特别难享受的 学习也很好 还有很多比较有趣的活动 就喜欢学习氛围啊 就比较轻松 比较自在一点 就不会很压力这样子 虽然我们学校有做很多社团 所以上面有自己的团体 冥冬 成功 Biologist 华语跟英文 不给病毒 是学 英文跟Biology 华语啦 Sajara 华语跟博语 大达 我长大想要做律师或Politician 去读人力支援这样的一个科系 可能不往上课方面 能创业就能创业 Marin Biologist 或者是Surgent 新闻主播这一方面发展 这样可以skate吗 这个我没有想好哦 我希望学校可以提供摄影摄像机 上课时间在有弹性一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要来读读中 他们原来有能力的 可是因为他们经济方面 所以他们就没有学义读中 OK的话就在学费这一方面 多一点 就是可以给记好的朋友 生活比较有困难一点的 就可以给他帮助 就是希望可以的话 有更多资源可以去参加更多的比赛 我选择文具 因为可以有很多那种 拳笔啊 蓝笔啊 就无限用啊 你觉得每一天都在创造肥豪的回忆? 我觉得每一天都在创造肥豪的回忆 今年运动会 教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因为我觉得建国中学的运动会很特别 尤其是可以让学生去自由发挥创意 可能就是我参加的社团 半年周会这样 全部一起共同努力向上的感觉吧 在乐团啊 还有就是跟朋友这样子啊 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六年来就很多跟朋友啊 在乐团啊 社团的那种回忆哦 一脉会那时候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教会我团别吧 比较自信了咯 因为之前都是比较shy一点的 也学到怎样去安排东西 怎样去跟人家沟通 或者是怎样去说服人家 在乐团能学到更多的领导能力等吧 他们可以帮让我比较 open up myself to 那种不是athletes啦 就教自己关系上面 就比较好一点 可以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是 它已经是让我们去迈向 成为一个大人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让我们学习到 其实你在筹备任何事情上 它其实不简单 而且是让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理辆电影